咬過後的色澤 吃起來算是有水分 養育本身的傷氣 還是都有保養存在 大家好 歡迎來到紐老闆的蛋 我是本娘 今天我們不開箱紐蛋 要開箱的是全家宇 長榮航空推出的聯名美食及飛機餐 夜行時代是不是很久沒有坐飛機出國了呢 讓我們一起享用飛機上的餐點 重溫搭機時光吧 好久不見 加了後的餐包散發出濃濃的南香味 其實不會有熔岩般的爆漿 流出慢慢的餡料來 但相對的食館餐包 整體來說比較偏油 即偏甜一些 一到十分來評分的話 大約弱在七或八分甜度 可以看見面具上鋪了少許的蔬菜 有南瓜絲、櫛瓜絲、起司粉及少許的香料 這兩種蔬菜也是容易冷凍保存的蔬菜 但因為是冷凍的關係吃起來沒有什麼原本的蔬菜的香氣 其實都是蠻冷的 血管麵體也是蠻Q的 帶了一點淡淡的白醬香氣 並沒有這麼濃郁的醬汁味 可以看到除了洋芋及豬肉外 其他蔬菜還有紅蘿蔔及花椰菜 冷凍桑莎的蔬菜加了後吃起來比較帶有水感一些 洋芋有烤過後的色澤 吃起來算是有水分 洋芋本身的香氣還是都有保養存在 BBQ烤肉醬的口味算是很不錯 很符合大眾的口味 比較可惜的是豬肉口感比較偏硬一些 可以看到娛樂飯的配菜 一樣有飛機餐必備的蔬菜 紅蘿蔔及花椰菜 蒸汁香蕾的配色看起來相當的營養及均衡 冷凍蔬菜吃起來就是一樣有帶有一種水水的口感 煮菜魚肉的部分 酸酸甜甜的醬吃起來非常的開胃 魚肉的口感算是蠻細緻的 但比較可惜的是外面的粉果太厚了 魚肉較小吃起來都是吃到粉比較多 但也許是醬汁較少 白飯另外帶有香氣 白飯吃起來有一種QQ的口感在 此款三合理的配菜為 白花椰菜及非常不討喜的 三色豆青豆 米飯吃起來濕潤 照燒雞部分肉質偏軟嫩 搭配上照燒醬汁口味算是很不錯 蘸著醬汁的米飯吃起來特別香 比較可惜的是因為受限於飛機餐 餐盒醬汁比較少 白飯能沾到的醬汁並不多 這是一整包米果的份量喔 一般米果的基本款式裡面都應有盡有 整體來說味道較偏甜 但大致上味道都是中規中矩的 一般米果可以明顯的看到 滿滿的鷹嘴豆咖哩及生菜 品嘗起來鷹嘴豆及咖哩的味道真的很香 帶了一點小小的辣味 比較可惜的是裡頭的生菜帶了些許的苦味 內泡麵可以明顯的看到相當厚實的漢堡排 這個漢堡排的厚度高達2公分的厚度喔 內頭還有少許的洋蔥、起司、雞番茄醬 剛入口時可以明顯吃掉洋蔥結晰是味噌的甘甜味 比較可惜的是漢堡排雖然厚實 但比較偏乾一些 這款牛肉飯的米飯粒粒分明的 馬鈴薯塊算是暖潤的 但牛肉量偏少 雙頭有一些辣椒絲 但沒有什麼辣味 醬汁的部分畢竟是太吃咖哩 香料味道較濃厚一些 所以本身如果不是很喜歡傷心調的人 在購買前可能要先思考一下喔 此款綠咖哩的味道真的很香很夠味 醬汁拌著白麵 一入口就有滿滿的咖哩及椰奶香 裡頭還有一些辣椒絲、青豆、馬鈴薯塊 雞肉算是相當軟嫩、辣度偏重 我認為這款是這系列開箱中 最值得回購的美食 以上是全家級長榮環空聯名系列的美食開箱 這邊有兩個品項推薦給大家 在我心中值得推薦的第二名是 酸甜魚柳食蔬飯 這一款食蔬飯魚肉雖然不多 但搭配酸甜醬真的很開胃下飯 很值得購買 另外一款是泰式綠咖哩嫩雞麵 綠咖哩極奶的滋味真的讓人難以抗拒 搭配上嫩雞的口感及醬汁拌著麵條 這一款綠咖哩嫩雞麵絕對值得推薦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都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及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你有想看到其他美食系列的開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我們下期工作 可愛的小鈴鐺 多不準繞 這邊 都借告訴我們 ów 這邊